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23号举办台数科收购东森电视案工厅会来听取各界的意见 针对东森国际宣称拥有优先购买权 凯雷集团代表在现场表示其仅有优先出价权 而且已经预期没有提出 因此是没有违反相关协议 而台数科也指出台数科收购东森电视 银行借款倍数乃属业界最低 工厅会的现场也有四家银行代表到场厘清财务疑虑 所有的程序都能接受外界检验 一切重视合法手法安全接手 针对台数科收购东森电视一案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23号举办工厅会 听取各界意见 由于东森国际宣称有优先购买权 凯雷集团代表在现场表示 其仅有优先出价权 而且已经于其未提出没有违反相关协议 同时出席的银行跟财经专业人士 也对于本次交易案表达意见与肯定 根据股东协议书 如果为其为欲要出售东森电视股权时 王先生是有优先出价权 不是优先购买权 也没有优先购买成购权 最重要的担保品还是买方台数科这家公司本身的价值 台数科基本上就是说现在是一个net cash 就是说以它账上有限的负债 扣掉它的现金 事实上它是一个没什么借款的公司 台数科表示 作为以第一家提供高画质数位服务的系统业者 未来将提升到4K超高画质传播的技术能力 以及光纤道府服务更优质化的供应能力 并且透过技术应用 扩增到远距医疗服务与城乡数位教学等领域的价值服务 开创我国数位汇流服务的新形态 台数科希望将正在规划的4K超高画质服务 与优质光纤基础工程 带来多元的内容 而成为国内乐听大众的新消费选择 台数科我们会觉得就是说 它当初要申请并购东森电视的时候 它的说明是 它希望着眼于这个未来电视产业的发展 然后把这个资源投资在这个数位电视的一个要劲 然后让东森电视成为国内最优先播放4K画质节目的一个平台 对于这些规划跟这个 我们其实是高度的一个期待 我们对这个股东有很大期待 台数科也强调 收购东森电视银行借款倍数乃属业界最低 均能接受外界检验 工厅会的现场也有四家银行代表道场 厘清财务疑虑 而所有程序均重视合法守法安全接手 如果并购成功的话 优先尊重信油组织架构与营运主轴 加强与员工的沟通对话 促进劳资关系和谐 借杨中环赖秋风台北采访报道